今天我们来关系的是高雄捷运亏损很严重 那么现在又有官司残身的董事长 也就是刘三琦在昨天首度在市议会表示 如果财务缺口不解决的话 高捷很可能是要被法院查封了 那么至于高捷会不会真的因此而停摆呢 他并不知情 市议员呢表示呢 这个市府还有高捷公司之间互相不信任 一直都在恶斗才会搞垮高捷 预测是不久之后 恐怕高捷公司就要倒闭了 你现在来吵架了吗 你现在来吵架了吗 执询都还没开始 没料到高捷董坐刘三琦 不满议员骂他可恶 只搞政治不搞捷运 当场跟议员互杠队骂 请医长请他坐下 刘三琦 医长请他坐下 请他坐下 请他坐下 世界的缘由就是高捷董坐不满被骂可恶 只搞政治不搞捷运的标语 因此在执军嫌就表达抗议 刘三琦强调 他当过政府的特认官 大学校长他大不了不做 不用来到议会被言辞侮辱 大不了我不干没事嘛 对不对 大不了我不干没事 不是我要落跑 说我当我的能力进到最后 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那只好联解高明来处理 高雄市议会召开高雄捷运专案报告 董事长刘三琦说 高雄捷运财务问题严重 一旦高捷经营不下去 依照三方的合约规定 市府就要收购 至少要花250亿元 最最起码是250亿 那可能高会高到300亿 也就因为高捷董坐表示 市府可能要花250亿以上来收购高捷 绿营议员对董坐大表不满 因此在咨询时 用白板来骂刘三琦可恶等字眼 双方演变成互杠对骂的情况 绝对新闻刘一青森 演誉高雄报导